台湾少子化的情形逐年严重 目前台东县就有25所小学全校学生人数低于50人 大约占了全县的四分之一 为了因应少子化所造成的教师超额人数 台东县政府宣布将小学教师和班级比例 从1.5调整为教育部规定的1.65 因此今年预计将再增聘88人 其中有40个名额将会在7月份召考 至于说这40位教师将来要分配到哪些学校去 但我们还是以偏向地区为主要的考量 因为偏向地区老师讲代理教师真的不容易找得到 所以如果说你分正式教师给他的话 可能他们就可以减轻老师超时授课 或者是说寻觅代理教师困难这样的窘境 如果这40个名额就是 对象是属于原住民级的教师的 我觉得对我们各个学校来讲 因为都普遍上就是缺乏自己族群的老师 那当然帮助是非常的大 招聘到这样的老师回到各族群 从事他的所谓的原住民族教育的一些课程 那他的文化的推动 虽然这40个名额并不局限于族人身份 但台东县政府今年开始将在笔试与口试部分 针对族人给予10%的加分 期望让更多原住民及失资回乡服务 另外台东县政府从103年起 推动试办部落原住民及失资 优先返乡戒调计划 期望让族人人数比例高的小学 能够优先聘用当地族群的教师 同时能够加强学生与社区文化的结合 那我们今年就先锁定三个族群 那五个乡镇 我们就是布农族 排湾族跟达物族 那分别是金峰达仁 盐平 海端跟蓝宇地区的 那我们一直很鼓励说 在外县市或者是说在本县的 那你可能当初分发或是调动的服务地区 不在我们的原乡部落的时候 你具有该族群身份的 那只要你有意愿 意愿回到这些原乡部落来服务的话 我们优先让你来调动 如果他是想要回到自己的部落 去服务的那些老师们 应该是很有帮助的 然后如果他有那个心 他有那个热忱 甚至他有那个专场的话 我想他们应该是很 对这个政策是很愿意去配合的 台东县政府的新政策 能不能解决部落失资缺乏的问题 还有在七月份的教师征聘结果 记者 台东市严平采访报导 好 好 感谢观看